三亚从防疫 运力 服务保障等多方面做足准备 确保今年春运安全 平稳 有序 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入口处 机场工作人员仔细核对每一位旅客的健康码和行程码等信息 体温检测正常后 旅客才可以进入航站楼 告诉我们上哪个号取票 刚才那个小说的服务也挺好 票还是挺好买的 一般每天都会有那种特价票 只要赶上来就没问题 为切实做好春运保障工作 凤凰机场提前精细部署 深入研判春运期间客流趋势 提高机场综合保障能力 在严控疫情的同时聚焦旅客体验 多举措为旅客的安全顺畅出行 保驾护航 适时增开直击柜台和安检通道 减少旅客排队的等待时机 从疫情防控 申请服务等方面多管齐下 全力营造更为便捷舒适的乘机出行环境 用真情温暖每一位旅客的春节回家路 2022年春运期间 凤凰机场预计执行航班起降15000架次 旅客吞吐量224万人次 日均执行375架次 预计同比2021年分别增长6% 9.8% 5.9% 铁路方面 三亚火车站客流量比平时有明显增加 海南铁路在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 切实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春运期间 计划开行海南环岛高铁65.5对 开行海口市郊列车64对 进出岛旅客列车6对 具体开行情况会根据客流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首先我们海口车路段会组织加开列车 加开班次 保证我们有足够的运输量来保障 制定了相应的应急预案 和一些资源人员 政府过来的志愿者 协助我们做好旅客服务工作 铁路部门将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和客流变化情况 适时调整运输服务安排 请广大旅客及时关注铁路12306网站 微信公众号客户端和中国铁路 广州铁路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信息 合理安排行程 气运方面 三亚汽车总站在统筹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根据客流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工作 为旅客提供舒适安全的出行环境 对中文字幕提供